我要先來講一個故事 我把畫面修換一下 所有都裝好了 現在看到是我的畫面 這個是一個國中的課程 那個課程是循環系統 生物的 我女兒在國中的時候 國宮國中 然後他們 美術班 美術班的家長通常背景比較OK一點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班上會有一些 家長的小圈圈 就是幾個很要好的家長 學生就會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也有 我們那一群好像四五個吧 四五個有男生有女生 我女兒在那個 那個圈圈裡面 然後我們家長也平常都會在一起 那個吉安那邊 有一個姓邱的 開租斷班人票就會任命 有一天他的兒子 長得又高又恐 然後有一天就 拿著一袋 跑到我家 我說老師 你在 你在稻鄉國小 雕自然課 對不對 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我說 什麼事 他說 我兒子 生物 國中生物 每次考試都三十幾分 我實在看 看不太下去 然後男生又不喜歡背 背東西 各位知道男生很理工男生 不喜歡背東西 那所以 他就來拜託我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 讓他的 小孩的 考試成績能夠好一點 後來我想一想說 我又不能開補行單 那個老師不能兼差 所以我就跟他說 很難 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教你一個方法 我教他們一個方法 那 你幫我把小孩勾在一起 兩次上課 就兩次上課 兩次上課 我又沒搜索 不構成那個補習的要素 然後 他們就把他勾到他的那個 書籃班去 然後我就教新製品 所以那一天我就稍微把他們的製修拿來看了一下 然後他們那次的月考之前 剛好就上到這一個單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把這個 製修裡面的重點 我就把它全部摘要出來了 他裡面呢 大概就 這一刻的重點就是 血液循環跟淋巴循環 那血液循環的部分呢 他會講那個 心臟的結構 心臟的結構 然後講完之後會講他的血是怎麼流的 然後 然後在裡面負責什麼工作 然後再講到淋巴的部分 那我稍微理解了一下 課文的內容之後啊 我就把它說 摘要成這樣的一個新製品 然後 因為 我要教他們的方法 所以我又再稍微做了一下處理 因為我的桿子比較薄 因為我的桿子比較薄 通常上兩個小時就會開始過音 所以我用一下曼特風 所以我除了重點成語以外 我就稍微 就是 做了一下 特殊的處理 各位如果去 上過南洋街補習班 你知道那邊很多那個名師 對不對 那種很有名的老師 然後你上課都聽他講故事 然後聽完就 只有記得故事 然後內容都不記得 那或者是 但是有些比較厲害的老師 聽完他講故事之後 他會把那個 上課要記的東西 含在故事裡面 置入行銷 那所以你就會 又記得故事又記得 內容 這種老師是很厲害的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 超級 超級的那個 超級老師 好那所以我就做了一點處理 這個是我後來才會的 不會 那時候不會 換我現在就不會在這邊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想到 我們男生當兵 因為他這裡有講到心房心智 然後還有講到那個血液的 從哪裡流出來 哪裡回去 那 所以什麼上去下回 就讓我聯想到那個 阿兵哥 有沒有看過軍教片 阿兵哥 全部武裝在集合堂的時候 那個班長都很討厭 會故意要抄你的體能 就叫你 N-O那一處裡面 去用 不要跑單圈 所以 所以 想到這個例子 我就把它安插進去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心臟的結構 好你看喔 這心臟你把它 切兩刀 變成刺分 上面 上面這個叫心房 心臟 下面這個叫心智 所以上面是心房 下面是心智 然後左邊就是左心房左心智 右邊右心房就是心智 那所以我就想到那個 當兵的時候我們睡那個大通庫 我們阿兵哥都睡在中間集中的大通庫 但是 他的寺邊有小房間 小房間誰在住 班長 台長在住 那班長什麼 什麼階級 下室 下室 那所以 下室會住在比較好的房間 叫做下室 上房 好的房間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這個口徑 叫做下室 住上房 那意思就是說 下面是心智 上面是心房 各位這樣有沒有好心理 所以你只要記得當兵的場景 記得那個下室班長都住在好的房間 下室住上房 所以下面是心智 上面是心房 所以這樣你對那個心臟結構就了解 了解心臟結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血液的流向都是心事 出去 心房 回來 所以你看 都是心事 出去 然後心房 回來 所以那個體循環是 左心事 出去 右心 回來 那背循環是 右心事 出去 然後 左心 回來 它有一個規律 你要去找到那個規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道 就是那個 老子講的那個道 就是你要找到那個規律在裡面 所以如果 一個人可以很厲害的能夠找到那個規律 從整出一個規律的話 那它就是很厲害的能夠 所以我們就找到這個通責之後 你就給它一個口律 下去上 下去上 然後 然後那個 體循環呢 體循環是 左去右 左心事出去 右心 所以體循環是 左去右 下去上 然後 下四度上 所以 下面是心事 上面是心 這些結構跟它的血液的流向 都會非常清楚 那所以我又再加了一個情境 就是阿兵哥會被翻賞 所以這是體循環 然後被體罰的時候就是叫你那根大樹看到沒有 左去右 流跑三圈 對不對 各位看過電影都很清楚這個情境 好 所以就是阿兵哥被翻賞體罰 然後繞著樹木左去右 這叫體循環 所以 那這個就簡單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整個順序了 那這個原則上 它的血液流的那個部分就是從大到血 再從血到大 所以 你從左心事出去之後就會流進去動脈 然後到想動脈 然後再變大 流想再變大 到靜脈 然後大靜脈 然後到右心肌 所以這樣一個循環你就會很容易記住 那 背循環呢 剛好跟體循環 他們相反 他們是相反 那所以呢 你剛剛 剛剛不是被體罰叫你左去右 那可是那個背目天真 我們去當兵的時候其實很緊張 班長一生氣我們腦袋就一片空氣 所以 他就會變成說 我聽成 我知道班長叫我左去右 但是我腦筋已經一片空氣 我沒有辦法分辨左右 所以我就又去腦筋 所以 那這種 這種阿兵哥就被班長廣稱為天真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叫做命 現在不能這樣子 現在會被告 對不對 但是你要記得那個前進 所以我就把這些 這些 統 統籌出來的這些口訣 這些 記憶的內容 我就講了一個故事 以前 我們去當兵 因為 為什麼要講故事 因為 學生還沒當兵 因為學生還沒當兵 所以他沒有當兵的經驗 我們都知道教學的時候 你的教學的情境 必須要是學生 能夠理解 或者他經歷過的 那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要 像這種 他沒有真正當過兵 那我就變成說 第二個階段就是要 第二個方法就是要講故事 所以 其實 如果你可以在現場 現場的那個環境去上課的話 其實就是最好的課 那所以現在為什麼推ARVR 因為你到不了現場 比如說秦子皇 秦子皇 神書坑你 你有被坑嗎 你沒有嘛 你不能體會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間的關係 你回去了 現場 然後 看到大峽谷的雄尾 請問你有沒有去嗎 你也沒去啊 那你也不可能去啊 老師不可能 寫下我們大家一起去 請老師出 如果哪一天我送課後 可以 然後醫生開刀 給你實習 可不可以 拿個活人 給你開幾次看看 也不行啊 所以像這種 真實情況 但是如果說真的 你要真的 能夠去到那天實習 我想一定會非常的真正 等於以後科技很進步的時候 大家可以 十公里 你要講到神書坑你 的時候 我們就去那天 當一次 那個 或是當一次秦子皇 你就會非常有感覺 那個東西才會記憶真正 因為那個東西 已經是你經驗的一部分 所以 與其 學姿勢 一直為了考試要經常去 付寢背受 不如去親身體驗一次 因為生命經驗的東西永遠不會忘記 所以你學會腳踏車之後 就 不用再練習了 對不對 一輩子就會騎啊 你就算10年不騎 10年後給你 找到車你還是會騎啊 因為這是經驗 這是身體的 認識的東西 阿福是那種要 要一再被動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 AR VR很重要 因為我們也太多不能重度練習 太多去不了的時間 太多去不了的地點 所以相對之下 我們只能取得 用第二種好方法 用AR 用VR 所以那是一個 情不得已的解決辦法 所以標學現場也是一樣 當我不能帶著你坐台北市的捷運的時候 那我只能講故事給你 所以這是第二個好方法 所以我就把阿斌這個故事講給阿斌 就講我們當兵的時候 那情況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 含在這裡面 學生聽完了很有興趣 因為學生最喜歡聽進去 那聽完的時候 你再來猜拯 這個內 各位同學 你剛剛不是講的 那個討厭的班長嗎 他就住在那個房間裡面 住在那個最好的房間 那個叫上長 所以他在低階下宿 最爛的 就是最低階的班長 最低階的班長 住在最高級的房間 下宿住上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放進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教學需要一些手段 那這些手段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 讓學生去了解你的該學習的內容 所以我們把這些關鍵內容呢 其實就是用新竹栽出來 栽出來再配合一些記憶口訣 記憶口訣去做植物 然後 重點是這樣子 這小孩 好像是第20月 然後我們教完兩次之後 剛好面臨他們的月 考完之後 那個 球媽媽 這次帶了兩大袋的 那個筆花袋最大的那個筆 兩大袋裝的滿滿的 跑到我家來 他說 邱老師 你真是太厲害了 你知道我兒子這次考幾分嗎 我告訴你 好像87還94 我忘記 那個老師還懷疑 他是不是 作弊 對 真的就是那個從30幾分 一直跳到80幾分 這個就是 你用對學習方法之後 他規律就會第一 當然 這個是需要練 這個是需要練 這是第一個例子 然後後來呢 我95年去 去考那個 那個 東華大學 那時候 我只是因為 覺得 在學校 有點悶 想要出去 學習一下 然後就 去報考東華大學 那因為 那時候 很忙 就沒有時間 讀書 所以我就在最後一個月 我把那個教育訓 拿來 一邊 看書 理解 然後把它塞住 清理 然後 塞完之後 我其實就沒有時間 再去讀書 然後就把它放著 一直到考前的 兩個禮拜 我就把新制度拿出來 就讓開個景點 每一張 我看個景點 都看個景點 結果到 研究所考試那一天 考卷一發下來 五題生論題 我就先瀏覽一下 一題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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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呀 五題我全部都會 我就很開心的 我就每一題 我就先把那個 結構先寫 每一題的結構 先把大康結構先 寫在 最左邊 然後看一下時間 每一題我大概有幾天 然後就不及不及的 把五題全部寫得 滿滿 到那個 大康結構 剛好最後一題 然後就很順利的 印尼六題 所以 你會覺得 非常的神奇 以前用心智圖 如果沒有用在自己身上 你不會有反應 所以 一定要用 要試著用 養成習慣 什麼都可以用 所以 心智圖真的是 很棒的東西 然後 那所以呢 我後來呢 為了推 這個 新視頻 好